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 我是一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 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 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 50岁以后的女人必看 羽绒服穿搭,避开这三款六色 年轻十岁不是梦 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 冬日的街头巷尾 羽绒服就像一位可靠的战友 为我们抵御严寒,守护温暖 当我们不知道穿什么保暖时 羽绒服就是最好的选择 特别是当我们到了50岁的年纪 比以往更怕冷,如今深秋的季节 气温忽高忽低 羽绒服更是要早早地背起来 以背不时之需 一般在我们的固有印象里 羽绒服就是臃肿的代名词 穿上它好像与时尚美丽无缘了 然而作为冬季保暖必备单品 羽绒服穿好了 也能让你在温暖中大放异彩 让我们一起来破解冬日造型密码 用对的羽绒服穿出简龄又高级的气质吧 一、羽绒服要选对了款式 才更洋气好看 在选择羽绒服的时候 款式颜色的选择 往往会成为影响整体穿搭风格的关键 有些款式和颜色可能看似时髦 但穿上身后却意外地显得平庸无奇 甚至减弱了穿着者的气质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些不论年龄 都应该避免的羽绒服廉价选择 以及如何巧妙选择羽绒服 让你的冬日造型既保暖又时尚 首先是要远离让人显老气的三种款式 第一种 排线太紧密的航凤羽绒服 太显老 年纪渐长 我们总想着要穿得更富有质感 然而过于密集的航凤反而会暴露年龄 这种传统的菱形密集航缝设计 不仅让整体造型缺乏层次感 还会让人联想到老气的市场货 更重要的是会让体型显得更加臃肿 这种密集的线条会在视觉上切割身形 让原本就不那么完美的身材曲线 变得更不利落 第二种 亮面材质的羽绒服太俗气显老 闪亮亮的面料真的不是我们这个年龄段该尝试的选择 这种类似尼龙面料的亮面羽绒服不仅显得廉价 更会让肤色显得暗沉 因为亮面材质会反射强烈的光线 与成熟肤质形成强烈对比 反而突出了面部的细纹 而且这种材质的褶皱感特别明显 穿着时容易显得不够精致 第三种 肩部设计太臃肿的羽绒服 会拉宽视线 过于夸张的肩部设计会让本就不够纤细的身材看起来更加壮实 这种上宽下窄的设计虽然想营造时尚感 但对于我们来说反而会破坏身材比例 让人一眼就能感受到年龄感 特别是当肩部填充过多或有繁复设计时 会让整个上半身显得特别臃肿 完全无法展现优雅气质 其次要远离让我们的显得廉价的六种颜色 一是金属银色 金属银色在时尚圈中常被视作前卫与未来感的代表 但在羽绒服的选择上 这一色调却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 廉价与难以驾驭 金属银色的羽绒服通常带有强烈的光泽感 给人一种过于夸张和科幻的视觉冲击 这种色彩在灯光或日光下反射的光线 会无形中放大身形 对于追求低调优雅的我们来说 显然不是最佳选择 此外 金属银色对肤色偏黄或暗沉的亚洲人群并不友好 它会使肤色显得更加暗淡无光 缺乏生机 因此除非你有足够的时尚经验和个人魅力来驾驭这种颜色 否则建议避免选择金属银色的羽绒服 二是高饱和度的暖色 高饱和度的暖色羽绒服 比如鲜亮的红色或橘色 在冬季的灰暗背景中确实能够成为焦点 然而这种色彩的强烈视觉刺激往往容易让人感到过于花哨 且不易控制 对于肤色较深或偏黄的人来说 这样的颜色不仅不能起到提亮肤色的作用 反而可能会使肤色显得更加暗沉 增加老气和庸俗的感觉 如果你想通过颜色来增加活力 不妨选择饱和度较低的暖色 如鸵色或米色 这些颜色更为柔和 且容易与各种肤色和谐相处 三是亮度低的暗沉大地色 大地色系由于其稳重和自然 常被认为是秋冬季节的理想选择 但是当大地色的亮度过低 变得暗沉无光时 他们很容易把人的气色也带入阴郁的氛围中 深棕色、深咔色等沉重色彩的羽绒服 在灰蒙蒙的冬日里 可能会令人看起来更加消沉 冬天本来就冷 再穿上这深咔色的羽绒服 整个人就像被冻住了一样 毫无生气可言 同时也会使得皮肤看起来更加无光泽 显老效果显而易见 因此选择大地色系羽绒服时 建议挑选那些亮度适中 能够带来温暖感觉 而不是沉重压抑感的色彩 四是花纹款 中年女人买羽绒服的明确一点 纯色羽绒服才是王道 为什么 因为纯色不仅百搭 还能轻松驾驭各种场合 色彩斑斓 花纹繁复的羽绒服 看似设计感十足 但日常穿起来感觉有点用力过猛 而纯色羽绒服则不同 无论是搭配牛仔裤还是半身裙 都能轻松搭配 简约而不简单 如果你实在喜欢带点花哨的元素 那也可以选择一些简单大方的图案 比如字母 条文等 但切记不要过于复杂 否则很容易穿出奶奶风 五是荧光色 荧光色以其鲜明的视觉效果和高饱和度 往往能在第一时间吸引人们的目光 可这种颜色对于中年女人来说 却并非明智之选 荧光色的羽绒服不仅难以搭配 还容易给人一种廉价俗气的感觉 穿上荧光色羽绒服无法展现出高级质感 反而可能让整体造型显得杂乱无章 缺乏协调感 稍有不慎 就成了乡村非主流的代表 所以为了你的时尚品味 还是赶紧把这荧光色羽绒服收进衣柜的最深处吧 六是暗紫色羽绒服 黄黑皮碰不得 暗紫色作为一种较为深沉的颜色 对于肤色有着较高的要求 对于黄黑皮肤的人来说 暗紫色羽绒服不仅无法起到提亮肤色的作用 反而可能让肤色显得更加暗沉无光 容易给人一种压抑沉重的感觉 不利于营造出轻松的氛围 所以黄黑皮的姐妹们 我们还是绕道走吧 别让这暗紫色羽绒服成了你的时尚黑历史 那么该如何挑选羽绒服呢 教你一些小思路 挑选思路一 挑选羽绒服时 多注意设计感 过了不惑之年 我们更需要在基础款式上寻找突破 无锈羽绒马甲就是一个绝佳选择 因为它能让手臂线条自由显露 搭配合适的内搭 让整体造型既保暖又不失优雅 而微微外扩的下摆设计 则能巧妙掩盖腰腹部的坠肉 创造出慵懒随性的都市感 选择这样的款式不仅能突出气质 还能让整体造型更显年轻 挑选思路二 根据羽绒服的长度挑选 身高真的是选择羽绒服时 不得不考虑的关键因素呢 对于160公分以下的姐妹们来说 过臀的长度就是一个致命打击 会让整个人都埋没在羽绒服里 选择到臀部的短款 既能保持保暖性 又不会压缩身高 而165公分以上的姐妹 就可以大胆尝试及吸款式 这种长度能创造出优雅的线条感 走起路来也备有气场 挑选思路三 羽绒服的质感选择也很关键 质感决定了整件羽绒服的档次 这可是提升整体造型格调的制胜法宝 雅光皮质面料的羽绒服不仅保暖效果一流 还自带高级感 选择可拆卸的毛领设计 既能增添温暖度 还能根据场合需要随时调整造型 这种带有质感的面料 即使是简单的款式 也能穿出不俗的气质 让人第一眼就感受到不一样的格调 挑选思路 多从羽绒服的设计结构上挑选 过了50岁 我们更需要懂得用细节来为自己加分 长款羽绒服虽然保暖 但容易让人陷入裹成粽子的尴尬 选择带有腰带设计的款式 不仅能够勾勒出迷人的腰线 还能让整体造型更有韵律感 适当收腰的设计能打破羽绒服的呆板感 让整个人显得更加灵动有神 二 羽绒服选对了款式 找对穿法才更时髦 入手这些羽绒服 每款都很高级百搭 第一 航缝羽绒服保暖系数更高 对于航缝的选择 我们要有自己的小心机 方块对称的航缝设计 不仅能确保填充物分布均匀 更重要的是 能在视觉上形成规整的美感 这种设计既能避免老气的菱形纹路 又能让整件衣服的蓬松度保持均衡 穿着时更显挺阔有形 特别是选择稍大一些的方块设计 还能起到显瘦的效果 第二 羽绒马甲能与内搭单品叠穿 轻薄的羽绒马甲绝对是冬季穿搭的法宝 选择版型简约的款式 既能作为打底层增加保暖性 又不会显得太过厚重 搭配高领毛衣或西装外套 都能营造出知性优雅的层次感 最棒的是这种叠穿方式 能让我们的造型既保暖又不识时尚感 而且还特别显瘦 第三 羽绒服设计选拣不选凡 羽绒服因为特殊的填充物质 往往具有一定的体积感 过于复杂的设计 如大面积的印花 过多的拉链装饰 或是夸张的毛领 都可能无形中增加身体的横向视觉效果 使人显得臃肿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选择简约款式的羽绒服显得尤为重要 简约的线条和剪裁 能够让羽绒服保持起本身的保暖功能 同时在视觉上 不会给人过于复杂和杂乱的感觉 例如直筒或稍微收腰的款式 可以有效地避免过分的膨胀感 使整体造型更加利落清爽 第四 羽绒服的面料选择哑光 不选择亮面 面料的选择也是羽绒服时尚感的关键 市面上的羽绒服面料多种多样 其中亮面材质虽然具有一定的时尚感 但其反光性质容易放大身材缺陷 相比之下 亚光面料因为其低调的光泽 不会产生过多的反光 更能突出穿着者的内在气质 亚光面料的羽绒服在西光的同时 也能更好地塑造身形 达到视觉上的收缩效果 让身材显得更加修长 同时 亚光面料在触感上也更显精致 增加了穿着的舒适感 第五 颜色挑选低饱和度的清爽显白色 颜色的选择 对于提升羽绒服的整体质感至关重要 不论年龄大小 选择低饱和度的颜色 可以使羽绒服看起来更加高级 同时还能够起到显白的效果 低饱和度的颜色 如浅灰 浅蓝 或浅绿 都可以在不同肤色的搭配下 展现出和谐与清新 这些颜色不仅能够提亮肤色 还能给人一种轻盈和减零的感觉 尤其是冷色调的羽绒服 对于黄皮肤的人来说 更是提升气质的理想选择 此外 如果你想在冬日里增添一抹温柔的色彩 淡粉色或者米色也是不错的选择 它们能够使得整体造型更加柔和 显得年轻而有活力 下面咖啡屋给你推荐三种颜色 让你穿出温暖 穿出年轻 穿出好气色 第一个推荐颜色 优雅的米色 米色是非常优雅和高级的颜色 它可以让我们穿出优雅气质 此外米色还可以提亮肤色 让肤色看起来更加白皙透亮 米色羽绒服穿搭技巧 一搭配深色裤子 米色羽绒服与深色裤子的搭配 可以营造出优雅稳重的氛围 例如黑色深蓝色的阔腿裤或者直筒裤都是不错的选择 二选择简约的内搭 为了避免整体造型过于复杂 可以选择白色黑色或灰色的简约内搭 这些颜色不仅与米色搭配协调 还能凸显出羽绒服的优雅气质 三添加亮色配饰 虽然米色羽绒服本身已经足够优雅 但添加一些亮色的配饰可以提亮整体造型 例如彩色的围巾 优雅鞋子或者亮色的包包 四注意层次感 在搭配米色羽绒服时 注意层次感的营造 可以尝试搭配高领衫或者衬衫作为内搭 再配上简约的项链或者围巾 增加整体造型的层次感 五避免过于宽松 虽然宽松的羽绒服穿着舒适 但是过于宽松会显得臃肿 因此在选择米色羽绒服时 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大小和剪裁 避免过于宽松 第二个推荐颜色低调的浅灰色 浅灰色低调又高雅 非常适合50岁女人 这种颜色能够给人干净清爽的感觉 同时也不失优雅与稳重 此外浅灰色也能中和肤色的黄暗 让肌肤看起来更加明亮年轻 浅灰色羽绒服穿搭技巧 一搭配深色裤子 浅灰色羽绒服与深色裤子的搭配 可以营造出简约休闲的风格 选择一条合身的裤子 再配上运动鞋或短靴 就可以轻松出街 二选择亮色内搭 为了避免整体造型过于沉闷 可以选择一些亮色的内搭 如白色粉色或黄色的高领衫或衬衫 这些颜色可以与浅灰色形成对比 增添活力 三添加配饰 可以选择一些简约的配饰来增添整体造型的亮点 如一条精致的项链 一只简约的手表或者一个时尚的包包 四注意层次感 可以尝试搭配不同材质和颜色的内搭 如针织衫、牛仔衬衫等 再配上一条简约的围巾或披肩 增加整体造型的丰富性 第三个推荐颜色柔和的粉色 柔粉色是充满浪漫和温柔的颜色 它能展现女人的柔美 又能凸显优雅气质 对于60岁女人来说 色显年轻的同时 还能提亮肤色 看起来精神焕发 柔粉色羽绒服穿搭技巧 一搭配白色内搭 柔粉色和白色的搭配 可以营造出清新甜美的氛围 可以选择白色高领毛衣 或者白色衬衫作为内搭 再配上柔粉色羽绒服 整体造型会显得非常温柔 二选择修身裤子 为了避免整体造型过于臃肿 可以选择修身的深色裤子直筒裤 来搭配柔粉色羽绒服 这样不仅可以展现出身材的线条感 还可以平衡羽绒服的厚重感 三搭配裙子 首先是白色针织裙 白色和柔粉色的搭配 非常温柔甜美 针织裙的材质也非常舒适 同时能够凸显出女性的身材曲线 其次是黑色半裙 黑色和柔粉色的搭配 细优雅又显瘦 半裙的长度可以根据个人的身材和喜好来选择 搭配一双高跟鞋更加优雅 第三是灰色白褶裙 灰色和柔粉色的搭配非常和谐 白褶裙的款式能够增加整体造型的层次感和动感 适合搭配运动鞋或者短靴 还可以是米色A字裙 米色和柔粉色的搭配温柔知性 A字裙的款式能够修饰身材 同时展现出女性的优雅和大方 选择合适的羽绒服颜色 对于50岁的女人来说非常重要 通过本文的介绍 希望可以帮助她们在寒冷的冬季保持年轻和活力 学会这些羽绒服的搭配公式 美得更高级 公式一 羽绒服搭配女子裙 高级又保暖 鱼尾设计的女子裙搭配长款羽绒服 绝对是提升气质的绝配 这种组合不仅能让下半身显得更加修长 还能营造出优雅的女人味 选择深色系的羽绒服搭配米色或灰色的女子裙 既能突出高级感 又不会显得过于沉闷 裙摆得微微展开能平衡羽绒服的厚重感 让整体造型更加灵动 公式二 羽绒服搭配针织裙 温柔又舒适 直通版型的针织裙 可是隐藏年龄的法宝 这种简约的设计不仅能修饰腿形 还特别显瘦 搭配羽绒服时 建议选择过膝但不过小腿的长度 这样既保暖又不会显得拖沓 同时 针织裙柔软的质地能中和羽绒服的硬朗 让整体造型既温暖又不是优雅 公式三 羽绒服搭配直筒裤 利落又显瘦 挽起裤脚的小心机能 让整体造型更显利落 选择深色系的直筒裤 搭配长款羽绒服 能在视觉上拉长腿部线条 裤脚微微挽起 不仅能露出脚踝 制造出腿部延长线的效果 还能让整体造型更有时尚感 这种搭配特别适合日常通勤 既保暖又不失精致 公式四 整体搭配以浅色为主 可以降低厚重感 在羽绒服的搭配上 浅色系无疑是减轻视觉厚重感的最佳选择 浅色不仅能够反射光线 增加亮度 还能够在视觉上产生扩散效果 从而减少羽绒服带来的沉闷感 例如 一件白色羽绒服搭配同色系的高腰裤 不仅能够拉长腿部线条 还能够在冬日里带来一份清新与轻松 此外 浅色羽绒服更容易与其他单品搭配 无论是牛仔裤还是羊毛裙 都能轻松搭配 展现出不同的时尚风格 最后 加入配饰修饰 提升精致感 在羽绒服的搭配中 适当的配饰 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一个简约的围巾 或一顶时尚的帽子 不仅能够增添层次感 还能够提升整体造型的精致程度 例如 一顶贝雷帽可以增加法式优雅的气息 而一条格纹围巾 则能够带来英伦的学院风 这些小细节的加入 能够使羽绒服的搭配变得更加有趣 更具个性 此外 选择与羽绒服颜色相呼应的配饰 还能够增强整体的和谐感 让你在冬日里的每一个造型 都充满时尚感 挑选羽绒服 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 它关乎到保暖的同时 也是展示个人风格和时尚态度的关键 在避开那些廉价色的同时 通过合理的设计 面料和颜色选择 再结合巧妙的搭配技巧 每个女人都可以在冬季 展现出不同年龄段的独特魅力 记住 时尚不仅是穿搭的艺术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 当你穿上一件合适的羽绒服 走在寒风中 那份自信与优雅 才是真正的时尚所在 好了 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 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或者看后有所醒悟 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欢迎留言和投稿 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 学习别人的最好 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们下期节目见